你剛才說的,大部份香港人都不會否定明朝、清朝的文化、歷史、藝術、建築 這些是對我們香港的價值,或者使我們可以思考一下我們如何從香港人角度去演繹 你簽了一個約,但未來故宮的香港分館是怎樣去營運,由哪些人去做總監,由哪些人去做拆展 我覺得還有很大的參與空間 第十九條不是寫讓公眾參與,而是寫諮詢公眾 參與比諮詢更高層次,因為諮詢很被動 還有諮詢是有權力不平等的 我有些事情想到了,於是我差不多米以成催 我米以成催,但我都要叫你去試試,但我不喜歡這隻米 我想你還沒煮之前,你就已經跟我談 其實參與就是這件事 你可能有很多隻米,然後你就跟它談 我們大家好不好,一起煮 但現在的諮詢是非常舊式的 挺精英心態的 我覺得諮詢這兩個字,我們可以再加強些 我覺得除了參與外,是要研究的 不要看之前,不如我們看前面的路 但有市民正在計劃提出,覆核第十九條 你會怎樣看作為諮詢會成員 我會希望找第三條路 雖然現在說第三條路也是壞事 但是我真的覺得在一些極度不信任,以及極度拉拉隊之間 其實我們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我也想跟大家說,其實現在M Plus 都不是很好景 M Plus是有一個超級國際打工仔的策展團隊 他在用我們很多錢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們知不知道未來的M Plus 那個營運也非常艱難,也沒有什麼本土性在裡面 那麼我們大家是不是試這件事 即是我的立場就是,我試這件事 我想我們大家再參與 即是不要過一兩年之後,又發生一件事 大家尖叫了大輪 然後兩個星期之後,你又會被其他話題蓋過 大家又不記得這件事 文化公民是我們現在香港需要的 如果這個決定先不論她的對與錯 林鄭你對於她的觀感,近來有沒有變化呢? 我近來其實沒有什麼見過她 純粹從電視上見過她 不過如果你這樣問,我始終都會走回去 我想這幾年那種非黑色白 如果我們有同理心一點 我其實做主要官員,她都會有她的恐懼 她的恐懼就是,她如果拿這件事出來諮詢 會不會大家會吵到拆天,令她很尷尬 這就是她這麼說的 但是主要官員,她真的有一個恐懼 她很怕香港市民,她很怕傳媒 於是她就會選擇在10月23號 晚上6點才發放這段新聞 這段新聞稿 我單是從這個動作來看 我覺得其實她都會有她的不安 如果她沒有不安 她不會選擇用這個時間 變成我們有24至31號 一個在半放假或放假的狀態裡面 去談這件事,或者去吸收這件事 你把開關的狀態裡面 然後讓她去談這件事 在這裡想說 如果她會有一個問題 讓她來看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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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我